人氣話題則要帶您直擊 台北市新一區知名隱城 在微解封後 第一個週末假日的情況 一大早果真正有民眾 要搶看早場電影 每場觀影人數至少有3到4成 但按於防疫規定 大家要看電影 必須採梅花座 間隔座位 也不能夠飲食喝水 有民眾覺得很不方便 但是大多人都覺得 可以解封看電影就是小確幸 還有人是特地從新英北市 白跑來台北看電影 現在位置都是梅花座 微解封後碰上第一個週末假日 有將近3到4成的民眾 一早就到北市的電影院買票 不過按於防疫規定 就算你是西班觀影 恐怕也得分開梅花座 觀影期間更全面禁止飲食 確實會 因為我們現在其實滿渴的 可是問題是 現在不行就是不行 規定不行就是不行 長達一兩個小時的片長時間 卻不能飲食喝水 讓民眾直呼不方便 但還是會配合防疫措施 只是想進場看電影 在進場前除了得落實實聯制 就連驗票過程也全採零接觸的方式 他媽媽會有資料 就到這邊來 就是要減少不必要的接觸 避免防疫破口 儘管微解封後看電影限制多 但能看到電影對民眾來說 已經是憔悴性 林口都沒開啊 林口什麼都沒有開啊 對啊 所以我們就只能來這邊看電影了 多月沒有休閒娛樂 難得可以看一下 剛好又有漫威的 也因為電影為解封的鬼電影 新北市和北市不同調 民眾特地跨區 花了一個多小時的車程 跑到北市看電影 只能說防疫期間 大家真的悶快樂 也讓重啟營業的電影院 在線人潮和商機 記者總部等